今天在独家校当中我们要来看到是 从高雄起家后来来到这个北上之后 打下了北台伴桌王名号的海霸王 他的故事 其实我们看到在大台北呢 可以说呢这个海霸王是大地主 因为创办人庄荣德 他拥有为数相当可观的土地和物业 而且他呢非常偏好买中古屋 装修之后呢再作为餐厅店面 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独家专访到 他的长子庄自立 他难得公开庄家人买卖土地支付的新房 有电动的 这本来应该设定是走过来的时候 他会自动的 可是我们有些个人会吓到 所以就后来就先暂停这样子 带着东森财经新闻记者 一间一间介绍起饭店里所有的房间 理着一头短发 这位帅气又自信的奇男 就是国内餐饮龙头 海霸王集团董事长庄自立 普通人家差不多八个月 十个月刚才前我们搞了两年 这一栋就两年 超过两年 那个黄总是一直赶快 赶快给我房间啦 来不及卖了 花别人两三倍的时间 把集团旧大楼移动一栋 改建成精品饭店 从零开始到现在 创造出年一额九亿元的成绩 五年后全台要冲到五千个房间 甚至计划IPO上市 老自豪的餐饮霸主 第二代接棒后 摇身一变成了国内饭店大咖 开会的年纪都 至少都比我大二十岁以上 再加个二十岁以上 所以你要怎么样讲话 让人幸福于你 而不是只是讲一些观点 讲一些理念 想起刚回国那几年 每次集团内开会 庄自立感触超多 四十岁排行老三的他 二六岁从日本被叫回来 帮忙加入企业 第一份工作 就是当副董事长 从日本让人变成型男懂作 海霸王过去在创办人 庄荣德买地和经营新法下 成为台北大地主 以及餐饮霸主 如今新一代接手后 创造时尚精品饭店 更完全颠覆了外界 对海霸王的传统老形象 东西产生新闻环境张博祥 台报道